鱼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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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首先把免治豬肉醃料半个小时 韭菜切成小粒 马蹄刨皮后拍扁 然后切成小粒 鸡蛋加入调味料 再发一会就可以了 现在中火 又热的时候倒入韭菜 炒均匀后 然后再加入马蹄 炒均匀后倒起 用一个干净的锅爆香蒜头 然后加入免治豬肉蘸走 直至肉散开 就可以加入韭菜和马蹄拌均匀 当韭菜和马蹄凉凉了之后 可以倒入蛋漿搅匀 然后再加入鸡蛋炒均匀 煎蛋炒均匀 煎蛋炒均匀 首先放入1汤匙油 油热的时候 倒入2汤匙蛋漿 慢火煎至金黄色的时候 就把它复成半月形 我们用同一个方法 将蛋漿造成煎蛋炒均匀 炒均匀